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两阶也是以43-26压制菲律兵队,进入到下半场对决,中国队继续压制菲律兵队,并且在末竟取得20下优势奠定胜值,最终中国队已经16-57击败菲律兵队完成复仇,夺得本届U18南篮亚洲杯的第三名,也是近两届赛事中国队的最佳战绩。 数据方面,中国队阵中,王全则27分14篮板,薛杰18分其助攻,郭浩文8分,中国队在半决赛以5分差距西半新西兰队,连续两届U18南篮亚洲杯军无缘杀进决赛。 在决绝争夺战当中,中国队再度迎来与菲律兵队的交锋,这小组在莫伦中国队,曾经输给过菲律兵队,等场开局中国队0比4落后,王全则里外看花连侃8分,外加连续两次连线徐节突破上蓝命中,中国队用一波12-0攻势反超比分,艾渡华翔上蓝命中。 中国队列砍4分取得16比6的领先优势,菲律宾队在追2分,薛杰与王全则连续两头三分命中,王全则还在之后连杀内线进攻得手,才依然单捷狂轰15分,帮助中国队以27比14领先菲律宾队,进入到次局比赛。 菲律宾队,队依然在进攻端不见起色,他们在前5分钟内持续搭建一份魏德,中国队借助王全则与郭浩文引领,打出一波7-0攻势,比分已经来开到34比14多达20分的巨大领先优势。 勒德冯所抛射命中,为菲律宾队打破得分框,薛杰与郭浩文连续得分,菲律宾队借助内线攻势追分,100人命中三分再度拉开43-21的20加领先优势,菲律宾队借助拔球连队4分,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43比20由领先菲律宾队,中场休息回来,薛杰率先强杀内线打成2加1, 中国队重新取得46-26的20分领先优势,索托追胜三分命中,潘诺皮奥强杀内线上来得手,菲律宾队追到差15分让中国队请求暂停,王炎之连砍4分,菲律宾队借助内线攻势追分,王全则内线跳投得手,稳固12比36领先,两队之后相继打铁布周,双方借助造罢归罚球得分, 一百顺三分,远投命中打破运动占尽球荒,索托回境一记三分,王全则再坦两分,前三节战罢中国队以59比43领先菲律宾队,中国队带着16分优势,进入到最后一节比赛, 蒋浩然率先内线攻守命中,王全则与郭浩文相继命中三分,中国队借助一波8-2攻势,重新取得67-45到22分,领先优势, 大比分领先的中国队继续将控局势奠定升局,最终中国队击败菲律宾的完成复仇,夺得本届U18南兰亚洲杯的第三名, 也是近两届赛事中国队的最佳战绩,中国队首发,徐杰,陈浩南,李百润,蒋浩然,王全则中国队由8-1营肃张静松出任球队主帅, 这中球员为王全则,郭浩文,刁展望,蒋浩然,孙延松,赵天磊,石延伯,王延之,江伟泽,徐杰,陈浩南,李百润,文罪卧服升。